Yo! What's up guys! Welcome back to老虎師傅! 今天師傅要來跟各位聊一聊特斯拉 沒錯!師傅的頻道主要是以老虎記為主 但是偶爾師傅會拍一些有趣好玩的影片 我認為特斯拉也算是一個有趣好玩的影片 因為特斯拉它不太算是一般的車子 其實它是一種未來的科技 而且師傅也是特斯拉的小小股東 很多小伙伴應該已經發現了 昨天是特斯拉一個非常重要的日子 是這個Model S Plan交車的一個Event 那Model S呢 是從2012年是特斯拉第一款量產的車型 中間有經過很多改款 那麼最新的改款在昨天已經發行了 那今天呢師傅想要來跟各位分享 這個Model S Plan到底是更改的哪些東西呢? 到底有一些什麼好玩有趣的發明 可以看到這個Model S呢 最新的版本呢 它有這個Model S Long Range 也有Model S Plan 那Plat就是最高的等級喔 也就是最快速的車子 目前呢也是被稱為全世界最快的量產車 有多快呢?0到60英里 那這個0到60英里在台灣來講就是0到100 0到100加速只要不到2秒耶 這真的是很誇張 這個是什麼概念呢? 這個不是貼背感耶 這根本就是把你整個人甩在後面 重重的甩在後面 那這邊有個影片喔 是特斯拉的一些車主 在當時交車的時候 他們去測試這個0到100加速的體驗 大家準備好了嗎? WOOOOO! HOLY SHIT! 它好像一個ROLO HOLY SHI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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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這個真的是很誇張 有沒有看到那個 整個車簡直就像火箭一樣 噴射出去的感覺 有機會的話 各位小夥伴一定要去體驗 這個已經不是法拉利 或者是一般的跑車可以帶給你的衝刺感了 這個根本就是一台火箭的爆發力 好那其他數據呢 1分之1mile只要9.23秒 這個也是破了全世界最快跑車的紀錄 1020pp 390mile 也就是630公里 超級省錢 衝187mile只要15分鐘 電費 絕對是比油費便宜很多 你想要去買一台油車 達到這個Model S Plaid的速度的話 你大概就是要買法拉利以上的等級 在台灣一定都是幾千萬 他在外表上呢 其實沒有什麼改變 在車子裡面呢 有非常非常多的update 有多誇張的update呢 我們一起來看看 特斯拉最近發的一篇 汽車使用的那個menu手冊 進車門 進車子一樣 跟以前一樣就是 你接進車子 車子就會自己開了 然後呢 一樣是用手機就可以當鑰匙 或者是呢 你用卡片呢 也是一個標配的汽車鑰匙 但是基本上師傅都是用手機 比較方便 OK這邊就是你可以 Clear你自己的profile OK這個是調整椅子的部分 自動調整椅子 OK 這些都是非常基本的 WOW 看到這個steering wheel 超漂亮的 真的我覺得比圓形的還漂亮 我真的覺得比圓形的還漂亮 這很像一台戰鬥機耶 很像那種 Star Wars那種 星際大戰在開戰鬥機的感覺 完全不像一台車 超帥的 所以呢 這邊就是說 如果你只要踩煞車 你就可以自動 車子會 喔~~ 你往下就是倒車 你在螢幕上往上滑就是往前 然後你只要把安全彈解開呢 車子就是parking了 完全不用按任何按鈕 也沒有什麼開關 完全不需要 Auto Shift 它會自動幫你打檔 你可以自己調整 然後你調自動打檔的話 你連那個shift都 手都不用滑 你會發現這台車完全沒有那個 打檔的那個 桿子 已經簡化到這種地步了 但是車子會自己告訴你 他會用他的攝影機去偵測 然後他會告訴你 他現在要倒車 如果 如果說你想要自己操作的話 你只要用手去滑螢幕 就可以了 超美的啦 真的好像在開一艘船 真的好像一艘船 好像太空飛船的感覺 需要馬上使用的東西 他把你坐在方向盤上面 然後呢 剩下的他就會坐在這個 那個儀表板上面 OK 這個就是動力回補 動力回補 所有電動車都是用這種方式 就是說 你放開油門的時候 他就會慢慢的幫你煞車 然後充電的話 不管你是用手去按車子的 油門蓋 或者是你用手按你這個 充電的那個充電的叉子 他都會打開 這個Menu呢 就是告訴我們 到底這個車子在裡面 要如何操作 那車子裡面呢 除了有這個很大的面板以外 這個面板呢 已經跟以前的面板不一樣了 他是有PS5等級的遊戲 影音設備也是電影級的 你可以在車子裡面看電影 然後包含 後座呢 也會有一個螢幕 然後你也一樣可以打電動 一樣可以看電影 然後前座跟後座呢 都有這個手機的無線充電 把你的手機放在這個中台上呢 手機就會自動充電 超級方便 所以呢也就是說 Model S已經進化到了這個 方便性非常的高 娛樂性也非常高 但是他的Performance 他的這個動力啊 完全不輸給超跑 已經是不輸給超跑 不是不輸給跑車喔 但是 車子為什麼要做這麼快呢 其實呢 車子真的不需要做這麼快 那做這麼快呢 我覺得只是馬斯克想要證明給大家 油車可以做到的 電動車 一樣也可以做到 而且不只做到 還要比油車更強 0元保養 然後你又可以享受到這種 全世界最快的極速 那在未來呢 我相信特斯拉是想要把 車子設計成 那個方向盤是可以 砍入這個前面的儀表板 然後也就是都不需要 這個Steering Wheel 你就是去看你的電視 或是玩你的電動 然後車子呢 就會自動的帶你到你的目的地 這個是特斯拉的終極目標 就像手機一樣 現在呢 大家都是人手一台智慧型手機 沒有人需要有鍵盤的手機 好了 各位小夥伴 告訴師傅 你們對於這個Model S Plaid 有什麼想法 你們喜歡這樣的車子呢 還是你們還是喜歡 Wi桑桑的油車呢 告訴師傅 comment down below 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Peace 冷靜電視 今日陣子 我們在這裡